有人说这个三元九运完了 怎么又出了一个二元八运 我们今天说这个二元八运 说二元八运是天运 也有说二元八运是地运 三元九运是天运 倒过来说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三元九运 它是这个天体运行 那运行之后呢 五行相会 就在这个它的天体周期 那你说这叫天 有道理 但是它是地球 我们仰观的这个系统 落到地上已经叫后天了 所以又有人说 这是后天的系统 而先天的是二元八运 那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 里面这一圈是先天八卦 外面那一圈是后天八卦 那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先天 宇宙大爆炸嘛 炸出来的 这个后天 反而大 它能量反而分散 先天为体 体卦 我们学梅花了都知道 体卦是在里面 用卦在外面 所以这一圈 我们二元八运用的是这八的话 也就所谓的先天 有人就叫它田运 主要三元九运 叫地运 其实我们觉得 这样才是对的 那这个二元八运呢 就是说 第一个在哪 在这 这是 18年 为什么呢 这是 23年 23 这个是最大的 27 你会发现这个规律 这个点呢 代表阴阳 阴阳 就是阴 老阴 代表六 老阳呢 就代表九 我们学过知道 阳 是七跟九 阴是六跟八 其实你把这个阳 换成了这个 不换成九 换成七 阴换成八 也是同样 相加总数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相近 这个数差更相近一点 但是 这个叫纯阳 这个九 才是纯阳 这才叫纯阴 我们 以此区分 那这个挂呢 我们知道 第三元九运 用的是外圈的 这个就叫 一白 弹狼 二黑 然后 这样转下来 但是 这个二元八运呢 就说 这个 代表六 那个代表九 两个三个六加一起是十八年 三个九是二十七年 而我们这个 从这个启运的年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因为前面数小 后面数大 到二零一七年已经开始了 这个 第九运 第九运是什么呢 我们三元九运叫 梨 这个 我们叫 前 前挂 但是它也是 九子 也是指这个九 这个书 这个没有变 所以说 但是这个九呢 它代表火 所以我们习惯用这个三元九运 这套比较流行 实际上这个一样好用 而且用了这个之后 还有压根直接一个挂就出来的 什么挂呢 天火通人 火天大勇 我们下节课就讲这个 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啊 按这个顺序走下来 它是 先是阴挂 这几个都是阴 然后是阳挂 阴分为上元 阳分为下元 此为二元 八个挂 就是二元八运 然后这个规律呢 在落书的环境 我们再讲 这个完全是跟北斗七星落共 落到这个方圆图里有关 这个千古之迷 没有人借过 我是自己演算出来的 我们后面 有待可期 这儿啊 再强调一下 这是到2043 跟那个三元九运的 基石跟节点中间 是一样的 至于它在这个 风声飞起学的应用 我们以后有机会 大家再慢慢研讨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